大家好 再让大家看看我这棵小花铺 今天就要给它剪掉了 几乎都打开了 还剩一两个花苞吧 它去年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今年开的花就更多了 总共有一百零几朵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一边开一边落 单朵花的时间并不长 单朵花的时间呢也就两三周左右 这朵小花呢 其实单朵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它的花量很大 开多了以后呢就特别的漂亮 就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粉色的 超级美 上面的花已经卸了好多了 已经开了两三个月吧 该给它剪掉了 因为这棵呢 去年开的时间是四个月 过了不多久呢 就开始长花芽 又开了 所以呢 它挺辛苦的 太累了 所以这回呢 不让它开太久了 今天就给它剪掉 这株的叶子还是蛮多的 去年差点净幅死掉 及时的制止住了 但是它的根系并不是很多 因为开花开的时间确实挺长 太多了 叶子呢稍微有一点发软了 所以是需要给它剪掉的时候 前一阵刚给它换了大盆 所以新根呢 多没长出来 看不到根 今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很多花友都非常喜欢它 谢谢你们的喜欢 我们明年再见吧 谢谢大家